颁奖了 颁奖了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 年度突破个人奖 以前等鸟 现在演鸟 以前思考 现在烧烤 以前潇洒 现在三傻 以前拍桌子 现在拍马屁 以前没有人能强行让他在晚会上表演节目 现在是没有晚会他强行表演节目 自从到了桃花屋 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底线 打开了自己的局面 那到底是谁扑示了他呢 他自己 高入屋的王传君已经死了 现在是有护露传君 哈哈哈哈 有请获奖人王传君上台领奖 呜 谢谢台长 感谢感谢 呜 年度突破个人 表演节目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一定不会演的 你们需要鼓来点海豚吗 对不对 我一定不会演的 我一定不会演的 没有机会讲话吧 没有没有 请回 请回 说你啥就是啥 没有机会辩解 就是啥 就是啥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奖项是 最具历史底蕴角 他从不感觉累 充满了精力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男人能比他更有力量 我觉得是你 鲁志申倒拔垂扬柳 他倒拔拿着垂扬柳的鲁志申 跨腹逐日 他逐逐日的跨腹 李源霸轮大锤 他轮轮大锤的李源霸 别人心中有火 他定上着火 别人眼里有光 他饭碗精光 别人休息他种地 别人躺着他做游戏 地球都对他没有吸引力 牛顿见了他都要重显第二定律 然而 如果一个男人一身满力 却从未获得胜利 也许是因为缺少智力 也许只是因为他是 王鹤帝 这词写得太好了 太好了 我想举霸续位运动会 出锦 出锦 好 出锦 这不就三个重新了吗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完了 冲浪冲浪 我是大傻子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纵横摆核奖 他游走于桃花雾各个势力 但没有一方真正接纳了他 他也曾加入村口阳哥队 却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他也曾挤身于650电台 却在电台危难之际 弃鸣头暗 他看似加入了三傻 但是王鹤帝天天和王春君在一起玩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桃花雾看似有三傻 实则只有一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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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我 就直接就搬过得了吧 在桃花雾 他也曾有过他的辉煌 但一切都随着他卸任务长戛然而止 哈哈哈哈哈哈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投身烤串事业 他穿上冰刀 他就没法给你烧烤 哈哈哈哈哈哈 他拿起烧烤 就烤不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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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滑冰着急 你烤串着什么急呀 哈哈哈哈 拍夜典礼吃一串 全体污民都拉西 哈哈哈哈哈哈 别人的烧烤吃了忘不掉 他的烧烤吃了拉不完 哈哈哈哈 他自称加姆斯第一串 在这里让我们对加姆斯的同胞们 真诚的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请五大金上台领奖 我笑了笑了笑好痛 我笑 好奖 继续努力 我会创造奇迹 哈哈哈哈 啊谢谢 六五零我感觉我是MC小五 可不可以可以试试 我要离开六零电台 啊 转圈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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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对对 可以了 哈哈 我们三撒集团今天正式成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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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桃花物图灵奖 他拥有完美的脸庞 魔鬼的身材 动人的声线 以及时而流畅 时而卡顿的语言系统 对正常人类复杂关系不理解 稍微拐一个弯的话都听不明白 他一切反常的行为 都向人们证明着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类 经过六五零专家组严密论证 孟子义是一个人工智能 啥 他虽然成功地通过了图灵测试 但由于技术水平有限 时常掉线 他的每一句话 都经过算法的精密计算 奈何语料库匮乏 总是得出错误答案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是他的自动回复 是每一句 有的时候程序故障了 还网出暴乱码 他的话语和他的眼神是两个程序 他用最真诚的眼神 说最没用的话 这一句他没炒上CP 只能炒鸡蛋 孟姐的一生 只能炒鱼 我们还能要求一个人工智能做什么呢 他已经很努力了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 孟子逸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有请莫小丑 谢谢 派派是少年 所以派派Cos的少年派 谈恋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宁圈勿扰的 欲擒放纵 AI AI上见了 但我都没太听懂他说啥 像是桃花物最佳男演员 为了表示对获奖者的尊重 这个颁奖词我们将采用中英双语的方式 下面有请翻译 他用精湛的演技和强大的观察能力 让我们忘了 他可能根本没听懂 不管他有没有都听懂 他都笑得最卖力 最配合 不管情形多尴尬 他也会真诚地说一句 谢谢 但我们知道 谢谢只是他的保护色 这是什么意思 才是他最真实的自我 You are good 他勤学好问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文 经过一番学习 他终于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但他最流利的还是那一句 经典鲜牛奶的鲜活营养式 普通鲜奶的1.6倍 经典鲜牛奶 固的 谢谢你派派 因为和你一起直播 我们有了自己的卡 因为跟你一起吃饭 慢直播有了我的身影 因为和你一起坐车 我有了自己第一张路透照 Thank you 派派 派派你是桃花屋鲜活的力量 桃花屋有了你 就好像每100毫升 经典鲜牛奶 有了3.8克鲜活乳蛋白 派派 你肯定又在问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告诉你 Thank you 今天鲜牛奶 不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这些话 派派有没有听懂 但我们知道 最后我们会收获一句 谢谢 请汪台上台翻顶 听懂吗 听懂了吗 我全部听懂 全部听懂了 谢谢您了 我太会笑了 谢谢 谢谢大家 你很好 乘风破浪是什么意思 问候是什么 什么意思 各位是德国人 我不懂 我们要不要喝经典冷藏 鲜牛奶 它这个是八十杀菌的 然后它双膜所鲜 保留牛奶鲜活的营养 真会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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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物终身成就奖 她是音乐吧的创始人 音乐吧奏响的不是音乐 是她人生的乐章 开会时她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 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 提案也没法通过 那个人就是她自己 投票的时候 睁眼头是她的天堂 闭眼头是她的地狱 她始终也想不明白 眼睛一闭一睁 这票咋就没了呢 别人是爱拼才会赢 她是不拼但爱赢 赢不了她就改规则 再赢不了她就换游戏 实在赢不了就说 我一个老年人 做到这个程度就是胜利 桃花物的精神图腾 微博话题女王 导演和制片人眼中的 节目之光 一入桃花物身似孩 从此观众是路人 她就是桃花物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被桃花物 误了终身成就的女人 送她单 好赶啊 哎这最后一句写的最棒 真是 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找外面花钱写 谢谢 找外面花钱写 谢谢 桃花物误了我终身才可以 单单姐的林鲍宇 十四票 那重新来 老年人全忘了一上台 来重来 两季桃花物都以 大骂我开场 开场 哇 哇 啊 啊 啊